任俊 告訴我 是誰想出來在民眾黨慶 火烤柯文哲這一塊的 到底誰想出來的 然後包括黃國昌 包括陳志翰 然後上去所有那些問題 然後尿丟 當然他們就有告訴你說 一個政黨黨主席不能被質疑嗎 人家這才是一個真正公開 透明的政黨不是嗎 你能想像賴清德 朱立倫 他們能夠這樣被火烤嗎 你真的很瞭解民眾黨 我上禮拜一的時候 廣播訪問許甫 那時候我就問他說 你們那個禮拜六黨慶 有什麼特別的活動 他就爆了一個火烤的這個料 那他當時想法真的跟你一樣 哪一個政黨跟我們一樣說 這黨主席可以這樣被拷問 所以你知道有媒體講說 他們這個比較像是真心話大鬧險 但是因為他們塞了兩個人 一個是黃國昌 一個是陳志翰 而且他那個橋段是這樣 就是說他們有遇你好 但是不准柯文哲回答 所以那個畫面上面就看到 他們在這個火烤KP的這個橋段裡面 就兩個人問 那我老實講 這兩個人問得稀不犀利 確實有講到一些 大家長期以來可能是 不管你是嘲諷柯文哲 或質疑柯文哲 但因為柯文哲沒辦法對話 因為他們沒有讓他講話 所以這個我有看到網路上 河道上面有人就講說 這本來是一場酷刑 但最後會不會變成是一個悲劇 或者是一個鬧劇 是因為我老實講 可能我們在看的時候 反而希望柯文哲 要不要回答一下 就為什麼那麼多的這個 這個大家對你的質疑 那當然他是這個 他在講這個所謂的這個 這個火烤KP的時候 有幾個是被這個這兩 今天的這兩天的媒體 不斷的討論 比如說黃國昌問他說 一個號稱智商157的人 怎麼會被國民黨騙去 簽六點協議 但是剛議員等一下你要回應 他們說你們騙人家去喔 他們說你們用騙的喔 但我光看到這個時候 我如果沒記錯 當天柯文哲簽完了之後 就坐在這個位置 我就坐在這個位置 你就坐在那個位置 柯文哲很自豪 那個第六點 那個第六點 他本來好像叫我寫五個 本來只有五點 那第六點是我加上去的 他要幾個位置的那些東西 他說主持人說 可是那個要那個位置 他說我告訴你 這個真正的媒體 就在這個地方 我如果沒記錯 他那個講法是這樣 對 他非常自豪第六點 那怎麼連第六點 都變成被騙 而且你知道那個行訴起來 就國民黨就個騙子 國民黨就想騙人 每次就想弄人而已 那當然還有包含陳志然說 陳志然就說 還有問他流量的問題 還提到就是說 柯文哲你真的智商是157嗎 為什麼人家被別人說 圖利的時候還承認 是嫌柯黑不夠多嗎 那當然這個什麼 黃國昌也有講到說什麼 柯文哲好像有在問他說 私底下問他還什麼的 所以問他說 怎麼增加流量 但他沒跟他說什麼 那這個其實真的是凸顯出來 在最近這一段時間裡面 柯文哲或者是民眾黨 所遇到的一些困境 所以我剛剛講 就是火烤柯文哲 其實橋段很有趣 但是因為是沒有解答 所以你船長看到 只有看到柯文哲在苦笑抓頭 然後什麼話都不能說 我當時有問許甫 他說他們就是不讓柯文哲說話 那到底是不是去化解民眾黨 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可能他的小草們 對於柯文哲過去的刑事風格來說 是有一些的質疑或不滿 但通常我認為理論上來講 是比較希望能夠看到答案 但是看起來是沒有解答的 所以他們其實早上的這個 這個這個黨代表大會 一直到下午的這個 所謂的黨慶的這個活動 確實他一開始的時候其實規劃 像我們一般在看什麼黨慶或什麼的 比較說多是讓自己的支持者去參加 但他們在這一次禮拜六的活動裡面 是有開放一般民眾 也就是說你不是民眾黨的黨員也可以 然後你只要到網路上面去報名 就可以去參加這個活動 或者是去看這個 所以反而他們認為有個重頭戲 是運動會的大賽 他們說那時候想跟那個 某台的那個節目 什麼明星運動會這樣子 想跟他PK 但是你會發現到大家對這個 反而不多 琢磨都不多 所以我覺得現在對於民眾黨 自己本身來講 經過了這次的黨員大會 有沒有對內產生凝聚的效果 不敢講 因為老實說 小草對於柯文哲的忠貞度跟喜愛度 我認為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他的內內在的凝聚力是很強的 可是有沒有辦法透過這一個 達到原先設想的外擴 我看到有媒體其實是質疑講說 其實火烤KP這件事情 燒出了一些過去大家 對於柯文哲的質疑 比如說藝人政黨 比如說藍白不合 甚至是在過去的民調裡面 民眾黨有沒有辦法 你說穩居第三 這個看起來短期內 我就不覺得有問題 但你第三能不能突破 達到柯文哲口中的那個驕傲 說哪一個政黨像我們一樣 組起來經過這個怎麼全國的大選 第一次就拿到這麼大的比例 那也對照了前幾天 也就是由這個所謂的政大的選領中心 他們所做的民調是民眾黨的制度 大概目前大概只剩下六點多 那這一塊其實我覺得熱鬧的活動做完了 那有一些其實高度大家看說說 有誰會去有誰沒去 那有一些黨內過去的立委 確實就也就沒有參加 所以他是不是重新再玩出了一個新的高度 我講實話真的 你看到那邊火烤KP我一直有一個感受 國民黨就是騙子 在民眾的想法裡面 國民黨就騙子 一天到晚在騙柯文哲 那你聽到人家這樣講說 他們講說 這是所謂的公開透明的一方 所以他們的主席可以這個樣子 包括陳肺 因為陳肺琦最近的發文 而且他現在很多的一些內容 有人在考生啦 當然講說你會不會是未來的貝偉主席 他也跟你講哪有 他老公主席當得好好的啊 所有這些 真的有這樣一些想法嗎 我先講政治人物 不會無緣無故弄一出戲給人家看說 我的主席要幹狗 這邊有做幾種 一種是真的幹狗嘛 這種事情 我知道五哥要問 你們民進黨會不會覺得羨慕什麼 不會啦 我們關起門在中常會 中職委常常這樣 常這樣 而且更兇 那個是內部的事情討論嘛 所以如果是議題 本來我覺得民主政黨 主席本來最多可以被挑戰跟去討論 但關鍵是 這是一出我認為很拙劣 用喜劇包裝的邪教洗腦大會 我講結論就是這樣 我跟你講如果是喜劇啦 喜劇要的精彩在哪裡 這種火烤精彩在哪裡 要對話 你被烤菜 你157怎麼會去簽這個 你157怎麼會去講圖利罪沒罪 然後柯文哲神回應 這就精彩 你為什麼設計一出戲 要求柯文哲不講話在哪裡 來我講 今天在稍早以前我的想法是 這個就是為了要突顯出 你看柯文哲的民眾黨主席可以被罵 你們藍綠都不行 我們新政治 想想我就不是 為什麼我講叫邪教洗腦大會 這個是死馬當活馬役 民眾黨現在幾個 他這一次陳志涵跟黃國昌 點出來的事情 都是造成民眾黨民調重創的點 剛才講的圖利是不是 等一下要聊了精華車站是不是 之前的馬關條約 藍白河是不是 然後那個去講說那個農地長出停車場 是不是 當這個訊息出來之後 黃國昌跟陳志涵可以雲淡風輕在上面 靠西柯文哲 而柯文哲不回嘴 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小草覺得說你看 這幾件事情 我們民眾黨都可以靠西 那你們藍綠 連這種事都內部都不討論 都不講 代表你們犯的錯或犯的罪 一定比我們中 這第一點 第二點 未來剛才講的這幾樣 會不會有一些起訴 有一些發錢 會民眾黨的小草 會不會覺得這不是大事 會 你們你看喔 假設圖地罪假設之後某一天 柯文哲被起訴了 小草會怎麼講 這哪有什麼 你看我們的黨慶 我們自己人 都在調侃自己主席了 這小事啦 所以我認為這真的是 史瑪當鵬鵬鵬鵬 我還是要強調 沒有任何一個政黨 會無聊到用直播公開 弄一場秀沒有動機跟目的 而我認為合理有動機目的就是 這是一場用表演喜劇包裝的 邪教洗腦大會 洗什麼 接下去要幾件事情 柯文哲更嚴重啊 第一個這幾天大家討論 彭正生 彭正生假如說 斯綱你們的台北市議會 他真的去了 或是不去 假設減蘇培的爆料 我不要講說百分之一百 都是原文喔 今天彭正生指數 來講說加油添醋 對 我只要這一頓燉的雞湯 真的有雞 你就完蛋了 不管是加油還加醋 只要雞有在啊 簡單來講 這個公文 這個最後決定給 那個金華城 這麼多的龍雞的最後拍板 是不是你柯文哲 只要彭正生 他不單說 是他弄的 是柯文哲你的意思 我哪管最後那個章 是柯文哲自己手蓋的 別人鑽你的手蓋的 假章 受益誰蓋的 只要柯文哲 是你決定的 這件事情你就 吃不完兜的走了 再來第二個 這幾天 有人爆料這樣子的一個訊息 柯文哲時期的都發局長 黃毅平 現在是蔣萬安的公務局長 在一百一十年一月二十二號 在威京集團的子公司 中華工程股份有些公司 還擔任董事長特助 而且用董事長特助的名義 出席中華工程的內部會議 為什麼要拿中華工程出來講 中華工程是威京集團的 金華城也是威京集團的 而根據現在的時序 在二零二一年二月十七號 黃毅平從威京集團底下公司 當董事長特助喔 直接跑到台北市政府 柯文哲任內當都發局長 過沒幾個月都發局 就讓金華城過關 可以容積大放送 這沒有問題嗎 我說這件事情 柯文哲未來一個一個被爆 都會出大麻煩啊 假設這個爆料 我認為是有其可信度 因為有公文 有時間點 而且二零二一年二月十七號 過後發生什麼事 三月十八號之後 金華城專案首次會議 法務局 法治局代表質疑囉 質疑過後 沒幾個月 彭震生、柯文哲 十月二十號的章就蓋下去了 就是說 這個事情背後 都發局當然 有他的責任在啊 所以我剛才講的彭震生 我剛才講的黃毅平 到柯文哲自己的圖利 最後被成立 這件事情是民眾黨 今天要去最大的挑戰